接下來做題目 這個箭頭移動速度如屬所示 請問你 誰有感應電流 就是要扛 有磁場變化就會有感應電流 沒有磁場變化就沒有感應電流 再扛 誰有感應電流 哪一個有感應電流 答案可能不止一個 答案可能不止一個 請問你 誰會有感應電流 二號 二號的還沒有問嗎 誰 餅跟丁 為什麼他的Focus對焦不準 你要按 謝謝 丁丁 一隻刀 有電影 丁丁有感應電流 就是因為丁丁是有 要有磁場變化才有感應電流 那麼 如果我互相靠近或遠離 我的磁場就會有變化 所以呢 丁丁呢是有相對運動 所以呢就有磁場變化 那麼賈根就沒有相對運動 沒有磁場變化 所以沒有感應電流 請問你 丁跟丁有感應電流 誰的感應電流比較大 我們前面交過 請你被感應電流跟磁場變化率有關 跟線圈密度有關之類的東西 請問你 誰的感應電流比較大 三四 三四 丁的感應電流比較大 請坐 我們前面說過了 磁場感應電流的大小 跟磁場變化率有關 然後呢跟線圈密度有關 丁的相對運動比較大 一個比較大 他是一個V向左一個V向右 相對變化有2V 所以他變化比較多 磁場變化比較快 所以他的感應電流比較大 所以呢我們答案呢選擇是D 這在卡東西在卡 這就是在卡 怎樣會有 怎樣會產生磁場變化 然後磁場變化快慢跟誰有關 所以我們前面問 產生感應電流 產生什麼樣的情況 才會有感應電流 這我們前面一開始的重點 什麼樣的情況會有感應電流 十二 十二 哈哈 怎樣才會有感應電流 你不要聽那講理人說的 講理人說的是我們物理上的講法 我們國中不是這樣教的 我們國中只告訴你說有磁場變化 然後我講過物理上所謂的磁場變化就是磁痛量改變 國中不是這樣教的 前面有問過你 前面有問過你 這我前面有問過教過的 講了三個 會影響感應電流大的因素 你最好跟我講兩個 誰會影響感應電流大小 哪幾個因素會影響 他有 你們幫不講三分七嗎 二四 還有呢 食股 不是電子 成長變化率 限制密度跟磁場強度 會影響到 會影響到我感應電腦大小 這我前面教過 你要給我記住 那我們講過考試比較會用到的就是 限制密度跟磁場變化率 限制密度和磁場變化率 會影響我感應電腦大小 OK 請你能夠理解